對 在網路上有一個影片 現在很多人關注 因為他們就發現 遠遠的看到有一棵樹 然後大家就發現 附近有很多鳥在飛 你看 很大一群鳥 然後仔細看一下 這棵樹好像隨風擺盪 上面有很多的葉子 結果大家一看 像不像101煙火 像不像101 它大有在放煙火一樣 對不對 全部這樣子出來 就變枯掉了 原來剛剛你覺得是葉樹的東西 是鳥 怎麼那麼多鳥會填在樹上 是一大群的鳥站在上面 所以很奇怪 鳥怎麼會這樣子 我們說到這邊 大家都會說 倦鳥歸巢對不對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巢根本不是給倦鳥歸用的 巢是幹嘛 巢做什麼用 鳥類竹巢是為了繁殖 它如果沒有要繁殖 它根本不會竹巢 例如說畫面上再看一字 牠們其實根本就是 站在樹上休息 所以你就說拿這棵樹 大家要站在上面 一起休息 一起睡覺就對了 所以其實要看哪一種 有一些種類的鳥 牠就會站在樹上 然後有一些會在地上 你就站著 開著的 站在那邊休息就好了 牠根本不需要煮一個巢 而且牠一站在樹上之後蹲下去 腳會很用力的把樹枝抓緊 牠根本不會動 所以畫面上看到 應該是不到什麼東西 驚嚇到牠 所以大家全部下來 你看又再一次 就像101道樓放煙火一樣 全部都飛出來 整棵樹瞬間就受傷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天黑的話 那鳥就在上面睡著